情况说明 针对网传陕西福丰县多名拆迁人员 持谢与村民发生冲突内容与事实不符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2月7日上午 组织对城关街道小留村福托寺一组国有土地上的违建养猪场 进行依法拆除过程中 养猪场所有人李某某及其亲属进行阻挡 双方发生冲突 福丰县东大街派出所接到报警后 及时出警进行处置 双方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治疗 病情稳定 事件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责成公安住建等部组成专班 全面开展调查 依法依规处理 福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2月12日